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像这个食品服务人员里边有好多就是餐饮业工作者 所有的这些在饭店工作就包括这个餐厅的服务员 后厨的备菜人员 外卖人员 他们从3月2号跟3月4号开始都可以在这个洛杉矶的疫苗接种站接种疫苗了 是的 那我也听说就是现在的疫苗的品种也比较多了 强生的3月1号也开始打了 在加州好像也有分到这些强生的疫苗 就是一针就可以管用的 对 FDA是在2月28日晚间正式批准了这个强生的紧急使用许可 我们加州的话可能最快3月2日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了第一批了 应该是 是的 那咱们加州因为有很多的疫苗接种站嘛 包括Orange County 洛杉矶县啊 不同的县呢 有不同的接种的地点 那其实现在呢 每一个人我问到好多朋友周围也有接种的 他们也说就是你去打疫苗之前让你打什么你就打什么 你是没有选择的哈 比如说现在我想打Moderna或者是我想打辉瑞的话 不是由你选择的 对 这个疫苗的话没有选择性 因为你要预约很少说可能第二天就可以打吧 一般都是要等几天 等到那个的时候你还要看就是我们加州的库存 然后还有就是联邦政府分给加州哪些 然后加州政府又分给就像洛杉矶郡或成郡哪些疫苗 所以说这个都是没有定的 对 所以说轮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选择性就是可能性比较小哈 对 另外我听说最新的消息也是有其他的 除了这些规定的这几批可以打的人员之外呢 也有其他的就是年龄段的有特殊情况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开始打啊 也是快了就是从3月15日开始 加州将给这个高危人士施打疫苗 高危人士的话就是指的是经过医生通过临床诊断以后 然后他们患有严重的健康疾病 就是比如说包括就是癌症患者 慢性肾病肺病患者 实施过这个器官移植手术的人 然后怀孕的女性 还有就是像心脏病 中度肥胖或者是糖尿病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这个发育残疾的这些人 也都可以从3月15号开始准备接种疫苗了 嗯 这些人的打是打疫苗呢 他是不按年龄段的 但是呢这个万一有什么其他情况 这是怎么来判断呢 是由家庭医生啊 其实这个还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他们就是说 你要提供有效的这种医疗方面的证明 证明你有相关的这种疾病啊 如果不打疫苗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 所以说这个专家也都分析 其实这个东西很不好证明 但是专家又说另外一个 他反正就是都是想要打疫苗嘛 不是做别的事情 能打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总比不打得强 应该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争议了 因为前两天我也听说有一些认识的人哈 他们年龄上还还稍稍的不够65岁 但是呢也有因为他拿到医疗系统的什么白卡 什么卡的 也被通知打电话 就是让他们去打疫苗 这看来是就是说 也是根据每一个战分的不一样的这个比例吧 这就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 其实呢就是有的人是迫不及待的想打 那也有的人呢是拒绝打 还有一大部分人呢是想观望一下 就是看看哪一种管用啊 或者是打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你知道这个星期六的时候 在最大的 洛杉矶最大的疫苗接种站 就是Dodger Stadium 到期体育场 有很多的就是反对打疫苗的人 在那里挡着大家就是进出的车辆嘛 大概有二三十个人 但这种情况是一直有发生哈 这些人呢历来就是反对是打各种疫苗 它不光是新冠疫苗各种疫苗他们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也是存在的也是有的 疫苗这个事情呢 总的来说呢最好的情况就是说 现在呢已经是供应量比较充足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施打的年龄呢 还有施打的情况呢都已经放松了 所以说呢前一阵就是这个疫苗施打以来呢 很多民众也打上了 很多人也完成了第二针了 然后呢新冠疫情的数字呢 也有不断的下降 那现在接下来加州呢有什么新的行动吗 在这个施打疫苗的实施方式方面 有的就是加州从3月1号开始 就是实施一个全州范围内的新冠疫苗接种系统 目前的话就是因为加州有58个郡嘛 然后这个每个郡接种疫苗的人群都不太一样 就是比如像成郡 他上个礼拜就已经开放了给教师 还有食品工作人员接种疫苗 但是洛杉西的话是从下周才开始 所以说这个加州的以后统一管理的话 就是说他们推动哪一部分开放 然后这一部分人群的话 可以在加州58个郡都可以接种疫苗 他的意思是他由什么部门来统一管理呢 然后他是怎么接管这个事情呢 因为已经有一些按部就班的在进行了 所以他是怎么样来能介入呢 加州他把这个事情交给了 加州最大的一个医疗保险公司 就是蓝顿 Blue Shield 他们的话就会接管这个加州以后的疫苗分配 希望能够这个简化像这种疫苗的分配 还有后勤的相关工作 然后他们会跟各个地方的疫苗接种站 还有像医院啊这些机构联系 然后所以说就是加州这个网站叫MyTurn 将是加州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预约接种疫苗的工具 所以这样就方便了 因为他们有一些大数据嘛 包括持有保险的人 还有是什么样的医疗状况的人 那这样的话也很方便 因为我这两天也看到有些朋友去 比如说家里附近的REC-A的什么的 一些站点来打 也不用排长队啊 尤其是老年人也不用等太长时间 所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及时 那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期待着疫苗这个施打的情况呢 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 好 那就到这里吧 再见 好 谢谢刘老师 大家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